請原部長 部長請 部長 部長喔 部長 對 不好意思 請問你好 抱歉 這個一下子沒有聽清楚 對不起 部長 我請問你 早上 這個 在這個經濟委員會 我聽說有個大好消息 說這個通過這個 5月15號這個 這個 變價不上漲 我請問部長 5月15號 立法院 經濟委員會這個結議 你會實施嗎 我們會沖穩考慮 會沖穩考慮 是的 謝謝 沖穩考慮是 是怎麼樣 我們要在整體性的考慮 看怎麼來做 處理比較好 所以你現在 沒辦法馬上決定說 5月15號 正式跟國人宣布 5月15號 這個不漲變價嗎 我們會沖穩考慮 謝謝 是的 那這個 我覺得 這個害我白高興的一個早上 我想今天 這個油店雙暴漲 包括 我們不禁毒牛肉 還有這個 讓這個 提高這個正義索碎 這個已經造成這個 豬牛不靈 民怨宰生 同時呢 也讓民苦如山 讓整個社會 動盪不安 這個時候 如果你宣布的話 我想 這個 大家可以鬆一口氣 是不是 你在這個地方 能夠 做一個比較 可能方向性的一個宣示 市長剛剛提到 我們會沖穩考慮 謝謝 一定會 還是要保守 還是要等總統指示 沒有 因為這邊 有一些 我們內部要好好去算 看怎麼處理 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一定要沖穩考慮 謝謝 好 這個 媒體大概記者很少了 我想 希望明天 你能夠考慮好 早日 早日給我們好消息 好 那我想 請問你 依據這個再生人員法 台電有責 設立這個再生人員 那今年 就是 有沒有編列預算 再生人員發展基金 對 有沒有編列預算 是有的 那 每年的裝置量多少 呃 像 到目前 再生人員 我報告裡面提到 大概是去年 到目前是五十幾個MW 只講 太陽光亮跟風力這一塊 但是整個在內 包括水利的話 是不止 包括水利是不止 因為水利是早期 到現在都有在那邊 總共多少 包括水利多少 有沒有水能夠給我數字 看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邊 中共 包括水利的話 97年 是13.41度 九十八年是12.1度 九九年是13.2 大概是13 一度到15一度之間 那 宜蘭有多少 我抱歉 我這個資料 目前沒有分配到各個 各個縣市裡面去 有需要 我們可以把 你把這個資料給我一下 把縣市那個找出來一下 不過基本上可能 宜蘭比較 比較不多 因為水利可能都是要 那個河川 可能在中部南部比較多 太陽光電 可能大部分都在 都在南部地區 宜蘭有兩個水利發電廠 一個是南洋水利發電廠 一個是天宋比水利發電廠 一個是天宋比水利發電廠 那是早期的 那是台電的 那不是 現在說的是 民間買這部分 我知道 這個 在政年齡是發展的趨勢的 那依然有一個清水低熱 部長了解嗎 我知道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規劃 目前準備做VOT 準備做VOT 是今年有預算要做VOT嗎 我是不是請那個 局長歐局長跟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簡單一點 我們會搭配宜蘭縣政府來做VOT的工作 因為在宜蘭縣政府清水那個部分 在地勒 我們已經以專案計畫委託的方式 進行一段時間 已經奠定了一個相當的基礎 那我們現在希望在這個基礎之下 然後搭配宜蘭縣政府的一個規劃 那時間是以今年為當作一個目標 來做這個VOT的課題 這個根據工商時報 這個清水低熱的發電量 可以達到2.7座的核四廠的發電量 所以這個發電的這個潛力是非常大的 我想宜蘭縣反對核四 這個已經變成國人的共識了 是的 那現在核四呢 我要求和那個台電 前面停工前面受減 台電也有意見 那好像就說 一百 一百零四年呢 要事情商轉 那一百零六年要穩定商轉 好像可以把握這個核四廠一定穩定的 我在這裡的請務部長啊 有人說啦 台 我們核四廠啊 是全世界 最貴的核能發電廠 也是蓋了最久的 也是最不安全的核能發電廠 是不是這樣子 有關核四是不是全世界最貴 這台電有資料 我是不是董事長報告一下 剛剛委員報告 依照像國際能源總署或者美國能源部 他們在做一個估計說在 像我們民國一百零五年能夠商轉的電廠 一個KW 一個千瓦是到六千到七千美金 可是現在我們核四 用比較高的現在當然是兩千七百多億的這個 一個費用 可是假如在加個現在要最佳這個預算嘛 說三千多億 他這樣還是差不多四千多美金 所以一個KW 那比起國際上要蓋這個核能電廠 是並沒有超過目前幾個國際中藥能源 組織他所估計的一個KW多少錢 一個千瓦多少錢 那我們會盡量的尊重 董事長 然後我知道齁 這樣子齁 你們能不能明確一下齁 這比較他的造價齁 高低是要有一定的基準 你把那個 那個基準跟比較 列個表給我好不好 是我們在請我們的同仁準備那方面的資料 是 另外一下齁 我問一下齁 那個部長 你知道依然縣現在目前有幾座高壓電線的電線塔 高壓電塔 幾座我不曉得 不過在山區或是在比較靠近山地方可能不少 因為他跨過那一些山林齁 齁 宜蘭縣總共有119座 119是 謝謝 花蓮齁有一個和平發電廠 94年度開始齁 一年有一億的回饋金 花蓮縣 回饋給他們90% 宜蘭縣只有10% 那我們現在台電呢 最方便的是 經過的高壓電線卡 或者是 一分鐘 和平進去的另一個北龍 然後再過去 也許多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